我們8萬人的團體也不可能保證每個人都聖人 匪氏聯誼有兩個藥劑師收回扣300萬 怎麼看這件事情 不曉得 我想這還是交給司法單位去辦 因為我們8萬人的團體也不可能保證每個人都聖人 可是你一直主打說要清廉 然後你的政見也說就是你的任內都沒有人收回扣貪污 我們至少在這種大的沒有 你說一兩個警察收紅包還是會有 所以8萬人的團體你也不可能期待說每個人都聖人 但是那種大規模的弊案我們還是沒有 至少一級首長是沒有 北役中心是不是確定幾乎在2021不會完工程 因為北役中間那個原來的廠商就破產 所以整個工程停擺 後來又花了快一年的時間重新去整理招標 所以它本來就會比原來原定的日期往後延